好的,同学们,我找了一下,就是我们找到了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 叫做《西洋红》 这是很多人都会唱的一首歌 我们就把这首歌的前两句把它拿出来做一个魔镜 大家要去感受我们这一句结束了以后 这个气息是如何让它流动起来 我们先去谈一下这一句 我们先从低声区开始 好,我们就这一句我们进行一个魔镜 首先我先给大家做示范 我在做示范过后呢 我会给大家讲正确的是什么样 错误是什么样 大家去学习好的东西 好,我弹的是C调 起步大家都从C调开始起 虽然说我们对于我们这种女高音来说 可能这个C调有点异压 但是呢也从这个地方起 唱的时候大家记住低声区的时候没有必要 为了让大家证实说我低声区很好 我就努力的把这个声音音量放大 没必要 我们每个人的优缺点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的低声区没那么好 你记住了把气息拉顺了把它吐出来 大家看啊 也就是说你在唱的过程中呢 要去感受你的气息是一浪一浪在往前涌的 而不能往回到 有好多同学在歌唱的时候都会出现 尤其对于低声区 他为了发亮音怎么来呢 嘴背不过往后扑 也就是说你发出的音质 总是往那个面部上往回扑的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我记得有很多大师在讲这个声乐的时候会提到说 面罩唱法就要把声音全打到面罩上 大家记住了 歌唱它永远是往外唱的 它不可能往回反 不管是美声民族或者通俗 你最终的目的 你唱出的歌曲是给谁听的 我们是要给观众听的 你不把它流动出去 别人接受不到你的声音 那么我在这儿呢 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就是我们在演唱歌曲的时候 永远感觉是往前走的 也就是说我们声音的这个最终走的这个流线呢 一定是从我们气息底部开始这样出去的 他不会说是往后到或者出来了以后再打到面罩上 不对 我都非常非常反对这种说法 好 我们现在在进入这首歌 那么我们怎么来去感受这个练习呢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先做几个魔镜往高弹 大家去感受 我们这个声音在不同音区 同一句歌词 在不同音区 其实气息的一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同时呢 越到高声区 它对这个气息的流动性要求越强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 相当多开始稍微低一点 最美风和西凉获 我心里的流动 最美风和西凉获 我心里的流动 最美风和西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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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的流动 很少非常口温 最美风和西凉获 最美风和西凉获 很心里的流动 最美风和西凉获 最美风和西凉获 我心里的流动 都是很匆获 非常宇颇 好 我直接怕到基调 好 大家已经发现了 越到高声区 其实我们气息想要把它流动起来 越困难 为什么呢 越到高声区呢 我们对口型的要求越强 而且对咬字的要求也越高了 咬字不是说 必须每个字把它嘎巴嘎巴地咬出来 而是在口型转变的过程中 你特别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发声点位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记住我们的感受 要用我们这种流线性歌唱去推动它 也就是说我们唱这一句的时候 碎杯不过心 不要把它打成单字 那么怎么办呢 用气息往前推它 大家再听 好 这就说到了我们那一点 我们尾音怎么办呢 不要往前推 不要唱出了 温馨你有从容 强推不要 把它弱化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能觉得 那不是我们的音量就变小了吗 但是我经常说 我们完成一首歌曲的时候 它一定会有一个强和弱的对比 如果你整首歌唱出来以后 全是强的话 大家的耳朵就会很噪音 就感受不到这首歌的美了 那么好的东西 一定是在强和一个比较的过程中 才会产生这种非常贴近 我们人心的一种感受 一种我们情感的一种宣誓 好的 我们现在从这个收音开始 把这一句整个练习下来 我们走一个下行街 大家再去感 从高音再回到低音 我们气息的一个往前推动 像浪潮一样往前涌动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往前推往前送 继续下弦 最美不过信仰我 恩西没有从容 最美不过信仰我 恩西没有从容 最美不过信仰我 恩西没有从容 然后最美不过信仰我 恩西没有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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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这首歌的前一两句 所以说我们吸进来的气息 我们现在吸进来一口气 怎么让我们的声音一直能够往前浪 恩西没有从容 也就是说我们的气息 也就是我们的气息 压力不能推得太猛 如果你最美 你的气息就会跟着突然间爆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气息压力要慢慢的往下沉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气息压力要慢慢的往下沉 最美不过信仰我 它形成了一个对抗 它形成了一个对抗 吸进来的气息 气息压力给 最美不过信仰我 越到低声区呢 需要更多的气息支撑 这个时候可以气息有意的往下推一下 那么我们的气息到低声区的时候 它会显得非常的浑厚 非常的自然 而不是僵持的 好的 关于这个流线性歌唱呢 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说我通过这一条链声区 学到了一些什么新的知识点 有什么成长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来一起共同的进步 共同学习 好的朋友们我们下节课再见吧